而通往杠子寮砲台的路旁原本种了许多杜鹃花 不料却遭到文化局维护古迹的厂商在除草时全部砍掉 市议员何淑萍今天也特别办理会刊 带你一起来关心 市议员何淑萍指着被砍的杜鹃花根部表示 原本通往杠子寮砲台道路旁边 今年三月才种植的两千多株杜鹃花 却在十月份被文化局古迹管理维护厂商 除草时一起砍光 事后捕种却是大小不一 淋淋散散的杜鹃花 因此特地办理会刊 邀请校中里长林志轩和文化局长张献祥 以及科长等人一起了解真实情况 今年三月份植树节的时候 在杠子寮入口处有种了两千三百株的杜鹃 然后被这个文化局所雇的承包厂商 把它当野草除掉 那我在这里呢 强烈的要求我们的这个承包厂商 能够依照原有的数量规格 能够来复制 还给我们市民朋友一个 鸟语花香的一个环境 文化局长张建祥会看后 也确认是古迹管理维护厂商的疏失 文化局愿意在两个礼拜内 捕种高度五十公分的杜鹃花回去 古迹管理维护厂商 他这一次对于除草工作比较没有谨慎 所以有一些的杜鹃花现场看得到 给人家产出到 哪里根部都看得到 所以有义务要补职回去 所以我也要求厂商要在两个礼拜内补职回去 原则上我们的规格就是 杜鹃花高度要五十公分以上 那每一株间距三十公分 用这样子把刚刚所看到的范围 从我们这个杠子疗炮台入口处 到高分磁散十五号电杆 这一段距离都这样来种植出来 我们也希望树也有它饱活的空间 我们也希望好好的把这些树木 这些杜鹃花好好经营出来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打造一个绿环境 谢谢